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好 高端预约接种的第一天 有30.2万人抢着登记 蔡总统也完成了预约了 而因为这次呢 联雅的EUA没有过 所以赖清德副总统也改登记高端疫苗 好 不过现在呢 联雅他们要提出申诉 申请以Delta病毒株做测试 重新判定检测的这个审查的结果 而他们的这个试验总主持人黄高斌 就说这次是败在中和抗体效价的这一关 算是非战之罪 好 为什么这么讲呢 另外杨志良也认为说 这个审查记录应该要公开才对 同时蓝银果然批评民进党耍花招 说他们是厚爱高端 赵绍康说这个政府无能的让人气愤 这些话会不会太扯呢 而另外我们就来看看国民党部分 现在呢 这个党主席选举展开登记 朱立伦抢头箱 从陪同他去的人可以看出 洪秀柱好像已经放下了幻柱恩怨 而且呢 也看得出朱立伦跟连胜文同盟的意象 伤行之下 江启臣的部分呢 他的声势就小很多 所以现在是不是在党内 西瓜效应已经出现了呢 另外我们台湾现在疫情是控制住了 但是中国河南渔城有一家 十一口被发现确诊 却隐匿疫情 家人就说有人受益他们要隐瞒这个行程 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在郑州的部分 现在呢 中小协都要推迟开学 而商周呢 商丘这个地方则是河南省 疫情蔓延可以说是最快的地区 那么现在到底河南应该怎么做 另外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很大 七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等等的数字 都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预计呢 第三季这个经济的部分 恐怕经济增长会跌破6%这样的一个水位 另外媒体也报道说 美国跟中国在经济成长的竞赛当中 已经位置算是互换了 今年第二季美国GDP年增12.2% 赢过中国的7.9% 所以经济学家就认为说 接下来美国应该会保持GDP成长超越中国的优势 习近平他又该怎么做 我们稍后也会有一些精辟的解析 先为您介绍接着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钟连晃 连晃哥好 邞晃平好 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王思琪 思琪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正浩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家徐清皇 清皇好 清明好 大家好 前民进党立委郑保清文好 大家好 同时还包括了医师公会全联会发言人 罗军轩医师好 谢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联亚疫苗没有通过EUA审查 外界关注他们的下一步 联亚现在是说他们要提出审诉 我们先带你来看看 联亚生机就隐身在台北101的大楼内 联亚疫苗没有通过食药署的EUA 外界关注他的下一步 除了持续讨论 要在印度进行的三期临床试验 短期内还要向食药署提出申诉 联亚取得EUA失败后 联亚生机发出声明 对美拿到EUA表达遗憾 但将在近期向食药署提出申诉 要求比对Delta变异株的抗体效价 进行免疫桥接试验 因为联亚曾实验 疫苗对Delta变异株所产生的中和抗体 跟疫苗对原始武汉株所产生的中和抗体 非常接近 这个会比较快 可是这个不是老师 老师问你的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你回答这个问题 是不会得到分数的 老师考的问题说 你是你跟AZ比谁比较好 你就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了 老师不是问你说 你们对Delta变异株的保护力怎么样 若申诉无效 专家也建议 赶快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联亚目前正评估 在台湾和印度进行三期试验 专家分析 联亚在印度做完三期试验 能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或美国CDC申请EUA 也能拿着三期结果 向台湾食药署申请药证 但专家分析 美国已不合发EUA 欧洲也在观望 因此联亚要获得国际认证 还有变数 当务之急就是说 我们国内要先通过这个EUA 那当然在国外做三期的话 那也是没有 跟这个EUA是没有什么影响 国内昨天部长也提到 就是说他同意我们 在国内做三期 所以其实这个三期的话 国内跟国外可以同时进行 也有专家建议 联亚更改疫苗设计 再进行试验 但恐怕耗时更久 联亚疫苗要上市 恐怕还有关关 难关要过 三星文中心 您看不到 好我们讲到联亚 EUA很可惜没有过 那高端预约的接种 第一天就有30.2万人 抢了登记 小英总统已经完成了预约 那本来呢 这个副总统赖清德 他是要打联亚的 那他现在呢也预约了高端 好不过我请教一下 林宏哥 你认为联亚他现在 没有过关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大家 对于本土疫苗的信心 其实我觉得正好相反 因为之前只有一家 高端过关的时候 有部分人一直在讲说 民进党独厚高端 甚至做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 但是联亚昨天EUA没有通过 代表什么 代表说我们EUA的这22个委员 他是真的很认真 就科学论科学 在审查这个疫苗的EUA 那因为其实题目就是说 你跟AZ的综合抗体效价 至少要到达它0.67倍 你才算通过 那如果这一关过不了 后面大概就很难了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 有一些误会就觉得说 那你联亚没有通过 是不是你的疫苗不好 其实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 有这个错误的观念 没有通过不代表 他的疫苗不好 只能说你可能是考前猜题 猜错方向 就是说你没有猜到 应该要考的题目 那联亚现在状况是 EUA虽然没有通过 但是他的二期解盲是成功的 所以食药署同意他 在国内进行三期 那他现在有两个补考机会 一个就是申诉 一个就是将来做三期 所以我觉得联亚将来 还是有机会 所以还是有机会 我们先来看看指挥中心 现在的记者会内容 我们工作的一个状况 各位街友女士先生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首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确定的兵力 那 有本土兵力 有四例 那其中里面居各阳性的 有两例 那台北跟新北各两例 那主要都是各一例 是居各阳性的 有两例 目前是还在关联性 还没有那么清楚 还要再继续的调查 那境外移入比较多 境外移入有14例 死亡的个案有没有 那境外移入案例大概是澳洲 知道到底有1例 那美国 英国各两例 那缅甸的有9例 那至于杰出隔离的 目前还是维持在90% 目前维持在90% 这个大概有一些 有一些因为信仰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就是不能够使用这个含有 这个猪细胞 跟猪相关的一些 的一些制品 那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在 我们在台湾现在所用的 或者即将要进来的 不管是从AZ 莫德纳 VNT高端 这些都没有含有 这些相关的猪细胞 所以我们的亲生的朋友 这些都属于可以用的 请大家放心 都放心 没有这关系 而且 这几个 除了但是高端现在刚刚取得EUA 那AZ也好 莫德纳也好 VNT也好 都在几个相关的 有亲生相关的国家里面 也都大量的使用 所以没有这问题 请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放心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那还有今天打疫苗的 我们打疫苗的 昨天也打的不多 那大概打了 应该是39 那总共的人口涵盖率是39.21 那季次人口比是42.13% 那昨天大概只有打了 10万9千152人次 那至于在到今天中午那个 登记要打高端的预约 预约要打高端的 现在有大概是三 应该更晚一点 应该是到39万人 超过39万人 那还没有预约的就请尽快 预约到明天 好 那来 董事官好 中时这边有关高端 有两题想要请教 第一题是想要请问 高端中文的说明书指出保护 效期不明 而且对于艾滋病患 供病者以及65岁以上长者的 综合抗体效价偏低 那目前接种的优先对象是包含第9类 以及65岁以上长者 指揮中心是否会建议这群人先不要施打 施打高端 那第二题是想要问一下 说高端现在已经成为 唯一的国产疫苗 那 因为第一期 有学者指出因为高端的第一期 综合抗体效价是52 但是第二期因为换了实验室 平均效价达到662 是第一期的13倍 质疑说同一支疫苗为什么效价可以差 换实验室之后结果会差这么多 那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公开说明 包含不劣性试验的写清样本是如何做 选择的 写清样本 怎么说 就是他在测这个写清的时候 是食药署做随机的选择 还是说是由厂商自己自行做选择 选择 选择就是全部的实验组的 那那当然那个整个的品项 那是我们在研究的部分 我们是叫这次都 同样实验室都在中研院所做的 那第一期前面的实验室不同 那其实在做这上面大家都很清楚 那为什么都要用相同的实验室 相同的方法 然后才能够做一个比较 那不同实验室不同的方法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 那至于在效期不明 那所有现在上市的这些产品 都效期不明 因为使用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 那以后陆陆续续 这些效期就会比较明确 那至于在 几种的相关的 可能是一个免疫反应 比较相对的 低下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有的厂牌都一样 我们并不会禁止他们 或是建议他们不要施打 那不过个人有疑虑 可以跟他自己的医师来 来做咨询 主管好 这里有三题想请教 台电16号有员工确诊 但其实8月11号同办公室也有员工确诊 目前有确定感染源吗 是否是第一位确诊的员工 有考虑要设机动快筛站在台电大楼吗 另外台电员工说 11号第一名员工确诊后 只有用居家快筛事迹 让同办公室的员工筛解 然后就继续上班 这样的做法被员工质疑是忽视风险 想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 那另外就是说 昨天指挥中心有提到餐厅 还是需要隔板等规范 但是澎湖县长坚持 明天起餐厅还是要免隔板 与社交距离限制 想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 在这个台电这恐怕是要问 这个就是在市政府怎么去处理 因为在牵涉他相关的一个疫调 那每一个情况都会有所不同 根据他接触的时间 上班的时间接触的 他的距离的一个密集度 那这都是要在现场 当场里面 根据这些事实来做一些的判定 那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事实上现在大概都会做得比较 嚴格一点 那听起来这个情况算是比较松的一个方式 那我相信在地方政府处理 这一定有他的理由在 那至于在 我们的所谓的一个 这餐饮的 当然是一个指引的部分 但是 社交距离各种这些要求已经基进是规范了 我们跟澎湖去了解一下 在这个时候 还在观察的第二级警戒的时候 能够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区隔 那对用餐会比较安心 部长好 最近的境外移入 有不少个案都是年纪比较轻的轻壮年 那有了解他们是什么原因出国吗 是工作还是读书 还是单纯的出去玩 那现在明明知道说 现在的国外疫情还这么严峻 还在这个时候出国的话 算不算明知故犯 我们会不会做一些相关的出国上的限制 再来就是联亚疫苗 对于没有通过EUA表示不服 申请要用Delta变种做测试 指挥中心怎么看这件事情 还有指挥中心 有没有最新的境外移入验出变种株的统计 资料 谢谢 变种现在没有差 那出国原因是什么 你今天那个14位的里面 有9位是来自于缅甸的专机 专机返国的 所以那个都是在缅甸长期工作 的台商朋友 那最近出返国的 多数都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而出境的 所以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在 所有的境外移入的部分 我们都会去特别去注意一下这块 那有没有变异 我们是每个星期五会跟大家做一周来 这个有验出各种变异株的报告 那但我们其实这个变异株的检验 并不是都到星期三星期四才会做 我们每天 工作天都有在做 目前是有新增三例 我们也都有通知相关的这个管理的县市 来进行那个个案 隔离安置的一个安排 那整个这个整体的检验结果 我们还是会同意在星期五说 跟大家做说明 我想请问一下 就说因为台北市有针对就是新进代课 老师和课后照顾的一些老师 在8月 部分的新进人员有造册7300人 然后希望教育部能够 让他们接种疫苗赶在开学之前 那但是因为教育部是有回应说 这部分的话是主要透过这个预约系统 来进行 但是因为很多新进老师 都是年纪比较轻的 那目前疫苗也是确实有限的情况下 好像透过预约系统比较难跟那个开学 部分有衔接 那不只是台北市可能全台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指挥中心有没有考虑 就是说针对这个8月的新进的一些 代课老师 课后照顾老师的这些人员 来做造册的接种 无论是国产疫苗 或是说进口的疫苗 是不是能够让这些人员能够有安排 谢谢 对 这个我们现在有看到他那个相关的 名单 从网上有去看 那相关名单我们在整理中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掌握他一个确实的数目 但我们现在就整体在网上面的跟我们在 那个 我们的线上系统里面我们去核对看有哪些的需要 让我们再想办法来 来满足这一块 毕竟在开学这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部长就是刚刚有同学有提到就是说那个联亚 他们说想要申诉改以Delta来测试的部分 我们指挥中心怎么看 会去评估这样的可行性吗 第二个是台电的部分 好像传出他们确诊者里面 有一位是孕妇而且打过两剂的莫德纳疫苗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掌握这样的一些讯息 谢谢 刚刚讲到这个相关的联亚 在这次的EUA没有通过 这是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 也是EUA的一个技术性审查基准 来办理 那没有通过 那他们认为说如果他们认为还有相关的理由 或者认为这个疫苗 仍然有像某一个程度 对着整个社会防疫 是有效果的 那他们提出申诉 那当然要提出相关的理由 跟他的实验的计划 那当然是交由这个FDA这边去做审查 那至于说那个个案 这个就是台电的这个个案 因为目前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发布的个案 因为他才刚确诊 所以还会列入今天的暗号之间 那有关他是不是怀孕的部分 我们这边就没有任何的 更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那是有一位 30几岁的女性的台电员工 那在该公司在8月11号 有同事确诊 所以这个个案在 在8月11号有做的PCR的检验 那时候是阴性 所以当时是有做匡列是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他在8月14号晚上 开始出现咳嗽喉咙痛的症状 那所以他 昨天就是用 交用快塞 就是快塞阳性 所以 后来就到医院在做检验的确诊 目前正接手 正这个陆院治疗当中 那台电这边他们也开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倾销 目前的居家隔离的人数 大概占列30人 以上 谢谢部长 想请教一下 到帛琉去打疫苗的话 8月19号开始不再提供莫德纳 那如果说在台湾打过AZ去到那边只能够混打 交身 请问这样的混打方式指挥中心怎么看的 谢谢 我们台湾现在还没有在 这个说这个我没有同意 就是说打完去混打这个 交身的这样子的情况 但现在因为我们没有交身的疫苗 所以我们现在在建议的事项里面 是没有包含这样子一个打法 国际上现在有这个资料吗 应该也很少 应该很少这类资料 主委官好 想要问一下说就是 平台医院登记里面还有400多万的人 非莫德纳不打 那现在可以打到莫德纳第一季的可能 其实剩下几乎不到50到60万人 那对于这些只勾选莫德纳的人 有没有要呼吁说要改选其他的厂牌 或者是说未来会不会有可能会考虑 收官掉莫德纳第一季的选项 谢谢 第一个大概莫德纳大概是有选过莫德纳 单独选莫德纳有400多万人 那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人了 因为其实这之间也打掉了一部分的人 第一个是没有那么多的人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其实多一点选择 那及早能够达到 那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左卫官好 想请教说是今天的14例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疫情的情况是已经控制下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等于是5月11号之后呢 连续6天是只有个位数 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在意这个疫苗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看看疫苗 好联雅 现在这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联雅没有通过EUA 它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它的抗体效价低于AZ的抗体效价 根据我国做的AZ抗体效价是高达187.9 它的0.67倍是125.89 仍高于联雅的效价102.3 超过两成之多 那么高端的抗体效价是662 好可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联雅他们也非常不服气啊 他们就觉得说呢 他们现在要申诉 要提议以Delta变毒株同时比较UB612跟AZ疫苗所产生的抗体例价 同时以原来的两项统计标准进行免疫桥接试验 用客观评估UB612疫苗的综合抗体保护力 因为他们说呢 食药署一直到今年6月10号才公告用AZ疫苗产生的 对原始的武汉株综合抗体例价 作为新冠疫苗EUA免疫桥接认定的标准 没有考虑到现在肆虐全球的病毒株已经不是武汉株 联雅呢 是以为这个疫苗可以产生有效对抗流行病毒变异株 特别是Delta变异株 他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罗医师怎么看 尤其李秉颖现在也称赞说 联雅疫苗设计独特 保护力可能超过50% 我想昨天我们得到这个讯息 就是说联雅没有通过台湾的一个EUA的一个标准 那其实这件事情是让人觉得是很欣慰 为什么说很欣慰呢 就是说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 一定要把握一个所谓法治的精神 我们法治精神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食药署已经定出所谓EUA要通过的标准 那我们就必须要践行这样的标准 为什么 各位要知道说 任何的药物或任何疫苗的研发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是要通过所谓标准的三期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紧急的一个公共卫生情势 而且就伦理就实际状况 就不可能所有人都用三期来处理 台湾也没有疫情 所以如果你要紧急授权 要提早发给你一个制造使用的证 就是要达到我们所有的标准 那当初标准定在那个地方了 现在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出来说 即便联雅没有达到当初所定的那个标准 也就是说 单纯以所谓的综合抗体效价来评估的标准 但不代表说 它的标准或它的一个成分 它的效应就不好 所以我说 这是法治国下一定会有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第一个 联雅是这个行政处分的相对人 相对人去申诉 这当然是可以的 这总比某个反对党 根本不是相对人在那边一直鬼叫鬼叫 来得有意义嘛 第二个是说 他要去主张的权益 我觉得有两件事 第一个 我们知道在法治国精神里面 现在说标准定在那边不可能去改变嘛 但是至少他跟全世界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说 第一个 台湾的EUA 不是玩假的 是玩真的 台湾的免疫桥接真的有遵照规定在进行 标准定在那边不会动 但他让世界很多国家知道 因为大家清楚说 联雅虽然说这是EUA没过 但他的行销能力很好 他其实到很多国家都做了合约的签署 所以他知道说 我要抗辩 我东西是好的 只不过因为标准定在那个地方 比较短一点 所以我要证明我是有信心的 所以在台湾的立场是 我们对于高端 对于联雅 都必须正向去鼓励他们继续精进 甚至要祝福他们 因为不管他们今天是借由我们所谓EUA 得到其他国家认可 或者是EUA之后再到其他国家去做三期临床试验 或者说像现在所谓的联雅 必须直接去做三期临床试验 他都是台湾的骄傲 各位不要忘记 其实除了这些公司之外 现在很多公司也都很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EUA 可是很困难 德国我们说这个Cube公司 他的一个疫苗研发 也处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 他认为他应该有多个防护力 可是当时因为他要考量说 不要太大的一个副作用 所以就调降 调降他的一个剂量 到了我们说12微克以下 结果发生一件事情是 当他真的做三期的时候 防护力只有47% 标准定在那边50 不会过就是不会过 这时候他说他要跟GSK继续想下一步 我们说次世代疫苗的研发 回过来看 今天为什么高端和联雅有更大的本钱 刚刚我们提到说Cubus公司 是因为如果他不调低技巧 那个副作用没办法忍受 他必须要调低 可是我们的高端联雅有一个优势 一直在讲 蛋白质次单元 它就是比较不会造成副作用 所以他有比较宽广的机会 去让它的一个防护力增加 换言之 在一开始 台湾已经选择一个正确的开发道路 虽然说 我们说这个蛋白质次单元 研发的时间比较久 你要制造出那条蛋白质不容易 尤其是立体的结构 可是一旦现在我们这样做 至少在台湾国产的三支亚民院 有一支疫苗已经通过议文 而且国际看到 韩国也看到了 所以他们也要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要站在祝福的一场 希望这些疫苗都为台湾争光 好 那你认为联雅申诉以后 你觉得他们之后再回来 然后翻身的机会到底多大 我觉得如果按照目前我们说的 这个EUA的标准在各地方 其实铁板一块 那是很困难的 对 很困难 但是我认为是说 它在国际上述在一个形象是说 它对它的产品是有信心的 也许中和抗体效价不如 可是整体的防护力 比如说T-Sale这些活性 造成的防护力是很高的 那么就有可能什么 前面好像跑得比较慢 但是它会败不复活 我们今天看奥运也是一样 不是在一开始出赛输了 就已经就落败了 有可能藉由他很好的实力 最后发现说 一开始只是打一个小喷嚏 后来真的能够创造很好的成绩 好 是 好 那我们也看到 因为现在联雅没有过 那杨志良出来说话了 昨天这个青皇就说他是先知 杨志良说政府应该要公布双边数据 好 他为什么说他先知 因为他曾经参加联雅的二期临床试验 但是因为后续尚未等到解盲 跑去接种AZ 然后现在联雅没有通过EUA 就被人家称作是先知 然后他是说联雅的EUA没有通过 政府应该要把双边的资料都公开 一方面让两家疫苗产互相学习 另外一方面外界都在说高端的政治保护力高 公开资料也可以让大众服气一下 不过他也告诉大家说不希望因为联雅没过 大家就对高端有过高的期待 毕竟目前没有完整保护力资料 大量接种高端就是豪赌 他说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保护力足够过于安心 但现在变种株不只是 不只是从印度来的Delta 还有秘鲁来的Lambda 都有可能会成为大破口 杨志良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他把事情变得政治化处理 而且最奇怪的是什么 你一个当过卫生署长的人 照理说你应该是拿专业的部分来论专业 然后告诉大家这个疫苗的状况 结果他现在你去看他的原文是什么 他讲的话叫做 这个联雅EUA没过 是资料不足还是政治保护力不够 那我请问你 你后面再讲政治保护力这五个字的时候 就是把它犯政治化处理了 因为刚刚倩平已经念出来一件事 告诉大家今天基本上 就是用中和抗体效价 你可以看到的是同实验室区比较的时候 联雅现在就是在中和抗体效价 他基本上输给AZ 然后高端的这个中和抗体效价 比AZ来的高 所以高端过 然后联雅没有过 所以这是客观的数据 但是他现在不跟你讲客观的数据 他直接跟你讲什么 讲说叫政治保护力不够 那我请问你 你这不是意图要制造政治上的问题吗 制造政治上的冲突吗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讲说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其实要客观的看到的是 请问怎么做 对大家的防疫才有帮助吗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要保护自己吗 所以把它犯政治化处理 反而是怎样 反而对大家的防疫是没有帮助的 那我们除了洋商这样之外 还有谁也这样做 你可以看到赵少康也是这样做 一直把它往股价上面去讲 天啊 你知道就股价这件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去看那个莫德纳的股价 跟BNT的股价 你知道多夸张 来给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是BNT的股价 从当初你有沒有看到 这已经接近到零 市值有多低 从当初不到十块钱的价格 一路涨到现在价格是多少 三百四十三块 那我请问你 从不到十块到三百四十三块 这涨几倍 这个涨了三十几倍 四十倍的价格 那你看这个 我请问你 你要从哪一边去说 图利BNT 那难道这也是图利BNT吗 梅克尔在炒股 对 梅克尔应该有这个意图要炒股 那我问你 德国人会去问梅克尔这件事情吗 也不会嘛 因为大家要看到是疫苗能够保护的作用 那第二个再看一下 除了BNT之外 现在有很多人飞沫不打 对不对 那看一下这个莫德纳的状况 莫德纳的股价你看 从当初 你看 之前的价格也是不到十块钱这么低 然后呢 甚至有一度还传出说莫德纳可能会倒闭 那结果呢 后来你看到川普在任内的时候呢 大笔一挥补助这个莫德纳 哇 那个是折合台币上百亿的规模 结果你看莫德纳现在股价多少 三百七十三点八六 从不到十块 大概三百七十三点八六 那我问你 这个也是涨了三四十倍以上 那你要讲说川普在图利莫德纳吗 那你要看现在拜登也要出来指控说 这个图利莫德纳 你有看到这个状况吗 没有嘛 大家现在忙着在打疫苗 谁还在跟你讲这个图利的事情 那所以你从BNT的股价 再看到莫德纳的股价 那我问你 你现在在讲高端 然后一直指着说 这里面有炒股的问题 这不是一件意图制造政治上冲突的行为吗 所以这个对现实没有帮助嘛 而且我说实话 在这里面 真的卖股票赚到钱 尤其是联雅 联雅药的股价 我们可以看到它从价格 在这个挂牌的时候 新贵的时候30块 到后来涨到100块 甚至高点的时候涨到200多块 那你看到 这个新闻也报道出来说 他们台塑王家 你看台塑声音 他卖了5次这个联雅药的股票 然后套现18亿 之前就另续续续在卖了 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如果今天要质疑的话 你要不要去质疑说 人家里面是不是先知道 但我说实话 这种财务上的操作 对公司来讲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对一般老百姓的连结是什么 一般老百姓要的是 这个疫苗打到实际上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次 就你在看高端疫苗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解释过了 高端的疫苗 你在打的时候 它每一批 通过食药署的封建的过程 几乎是受到最严格的对待 什么意思 进口的疫苗 我们都没有像高端这样 但高端它每一批送过来 对不起 就是五个礼拜的时间要做生物试验 什么叫生物试验 它就是要抓六支仓鼠过来 六支仓鼠先打高端疫苗第一剂 过十四天之后再打第二剂 打完之后再过七天 你看十四加七已经二十一天过去了 然后再拿这个仓鼠的血清 因为血清这时候打过疫苗有抗体 拿来跟武汉株的病毒 两个开始做综合抗体的实验 确定它有效能够把这个病毒给综合掉之后 高端的这一批疫苗才能够完成它的封建 那你想想看都已经完成这样的过程了 结果大家还是一直在质疑它 所以我才说在这个时间 这个疫苗的这件事情 已经被政治化到变成信仰行为 但这对防疫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虽然对防疫没帮助 但现在蓝营他们就呛说 这个高端就是有政治保护力 把这个疫苗上面加了很多政治的色彩 我们稍微来也要来看到的是 游淑慧还讲说疫苗荒世代对立到底要怪谁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年轻人跟老年人之间有心结 他秀出数据说官员覆盖率还比长辈来得更高 休息一下稍微来 我们就来看有关于联雅EUA没有过这个事情 那现在又被蓝营继续的做文章 而且还加大了攻击的力道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莫德纳的部分 游淑慧说你看看官员覆盖率胜长倍 因为现在一针难求的莫德纳到底是该让苦等 第一剂的年轻莫粉打还是已经打了第一剂 需要第二剂加强的老人打还是留给第一线的医护混打 那很多人都在论战嘛 然后就引发了年轻人跟老人家的心结 台北市医员游淑慧他就说他发现在台湾五六月本土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全台已经施打的疫苗当中竟然有十分之一都是用在第二类 他说世代间不应该彼此仇视 但是这个第二类就是官员嘛 所以他就说那要问问那些早早就已经打好打满疫苗的官员们 他说全台中央跟地方官员公务员还有聘用人员总共五十万人 等于超过六成已经打了疫苗覆盖率比长辈高多了 此外第一剂打莫德纳的人高达百分之四十 已经完成了第二剂的施打 相较于七十五岁以上的长者只有千分之三 打到二剂高出许多 所以他现在就说你看看打的都是官员 好接着来看到的是赵绍康 赵绍康怎么讲呢 他说陈时中早就该下台了 他坐得很累很久了 但问题是下台之后谁接呢 本来这个事情应该是行政院做 但行政院不做躲到后面去 说要让赖清德来接 但蔡英文看起来也不相信赖清德 所以也不愿意给赖清德这个舞台 除此之外赵绍康还讲说 为了逼台湾人非打高端不可 蔡政府先技术性的阻挡 BNT疫苗现货来台 为了复辟态这三个字多拖三个月 让台湾陷入疫苗空窗期 高端就可以趁虚而入 好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疫苗的部分已经被蓝营大作文章了 很多的民众他的确听到这些话 他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些人造谣会死 赵尔康是想当总统想疯了吗 人事上上下下是你决定的 你说谁上谁就上 你说谁要代理谁就代理了 这我会觉得啦 就是说 庸淑会你再追第二类 然后说这个世代对立 这些事情陈子中不是早就跟你讲了吗 我们拿到疫苗 这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打第一剂 增加覆盖率 这件事情要讲几次你才听得懂啦 人家讲话你就要听嘛 世代并没有对立 是你自己在挑拨对立 那至于第二类的人有多少呢 陈总也告诉你很多次啦 中央就1700人嘛 警察要不要打 海巡要不要打 国军要不要打 清销的居家检疫的要不要打 还是你游淑会觉得这些人都不用打 如果你觉得这个政府官员打太多 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国民党执政的地方县市 请问他们报了多少个第二类呢 有5000有3000的 还有8000的 30008000都有 都是国民党籍的 你打个电话稍微问一下 谁打最多呢 是不是被他们占用了呢 你一通电话就可以问到的事情啊 游淑会 那你作为台北市议员 你应该关心的是说 你怎么不去问那些插队的好心肝 怎么不去问插队的振兴医院 然后你跑去问那些警校要不要打啦 警察要不要打啦 海巡要不要打啦 国军要不要打 你想笑死谁啊 世代对立就是你游淑会挑起来的 赵浩康就根本不用讲了 赵浩康一直在他自己的漩涡里面打转 他的世界就只有这么点大 上个礼拜我在这个地方叫他出来打球 他当球他都还没有给我出来打球了 他还在新PO了一篇脸书文 还在跟我讲复辟泰 复辟泰 复辟泰 说复辟泰的标签 蔡政府延宕了 拖了三个月 就跟你讲上面就没有复辟泰嘛 那上面就英文啊 讲都讲不听 看照片也看不懂吗 他是你好朋友耶 郭董是你好朋友 你打个电话要德国去嘛 你不想花钱打賴也可以啦 就问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嘛 有没有在挡嘛 就没有在挡 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自己的 这个小天地漩涡里面自己赚不出来呢 就是说你 人生也不过就这么长 你花这么多时间浪费在同一件事情 你不会觉得很不值得吗 我们大家都在往前走 只有你一直在漩涡里面打转 死也不肯走出来 我会觉得其实这些言论都只是为了在做政治攻击的目的而已 想要撈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后呢 就只有一个逻辑 就是这个逻辑 民进党征服务在打疫苗 然后逼大家打高端 你不想打高端 你就不要打高端 没有人拿枪 这个架着你的脖子 也没有人会用吹剑去射你高端 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自有想打高端的人自己去打嘛 那所以如果你要指控别人说 你这个这个独厚高端 你就是在炒股票 好歹你指控别人炒股票 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两个有高端股票的人 你就举一两个出来嘛 你看他们的高端 几块买的几块卖的 他们真的赚很多 就搞半天就你们丁手中啊 就国民党有高端股票 丁手中自己就承认啊 那除了丁手中赚到 这个高端股票赚到很多钱之外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到底是谁 你指控的 利用独厚高端炒股票的人 到底有谁 赵康出来讲清楚啦 我愿意怎么看 因为现在这个蓝营的部分 他们就塑造就是说 现在这个蔡英文政府 就是为了逼台湾人非打高端不可 所以才阻挡BNT啊 我想这个一个人 如果没有核心价值 那么他所有讲的话 就会前后严重的矛盾 我们可以看到 当高端通过的时候 EBU通过的时候 是不是国民党所有人都在骂 说这个就是里面有作假啦 这个就是政治力在富航啦 为了让他炒作股票啦 那么我请教你 今天连亚没有过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讲 哇我们的审查消除真的很公正 可以挡下他 不要让他炒作股票 而且没有政治力富航 为什么你不讲 他们就说独厚高端啦 对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就 同样一件事情 做了也被骂 按照标准来阻挡也被骂 按照科学的依据 让他通过 也在吗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这个 疫苗是国安问题 人家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没有办法生产疫苗的国家 未来的命运是悲惨的 所以我们知道 谁不喜欢台湾有疫苗 谁阻挡台湾买疫苗 谁阻挡台湾不要有国产疫苗 有三种人 第一个就是中国 第二个讲大声一点 就是中国的同路人 第三个 当然就呼含着中国的小喽喽 只有这三种人 不停的打击台湾的国产疫苗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有一个 富国神山台积电 我们今天我们的国产疫苗 到今天为止 已经在全世界起得了一定的领先地位 我们真的很期待 这个国产疫苗 可以变成台湾的另一座 富国神山 所以我们希望国民党 不要做中国的同路人 就事论事 只要是依照科学医技 通过了我们大家鼓掌支持他 让他赶快变成台湾 安定疫情的最重要依据 那么台湾才有好的未来 你不停地去护和中国 你只有让台湾的人看清你 不喜欢你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国民党要赶快改弦更章 你要做台湾的反对党 不要做反对台湾的党 你永远反对台湾 就永远让台湾人瞧不起你 不断地打击国产疫苗 但背后只是政治的目的的话 其实民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好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要来看看 陈时中下台后赖清德来接吗 然后赵少康他又讲说 蔡英文不愿意给这个舞台 主要是赵少康他讲说 陈时中其实早就该下台了 那应该是赖清德来接 可是蔡英文不太相信赖清德 也不愿意给他这个舞台 然后如果说要让陈建仁来接的话 首先陈建仁现在也不是政府里面的公职人员 而且他说陈建仁为了高端疫苗 搞的形象也坏了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人来接 他讲的是有道理嘛 我觉得是看不懂 是陈时中下台赖清德来接 或是陈建仁 怎么会有副总统接部长这种事情 好像没有这种先例吧 就是你说是苏贞昌下台 然后陈建仁接或赖清德接 可是也没有先任副总统 当他跑去当行政院院长这样 很怪啦 所以说当然了 他身为一个媒体人 他要博他的音量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那你要去做什么政治人物的猜测 跟谍啊等等的 也常常预言 那这种预言 尤其是人事的 预言错误 那坦白说大家都笑一笑 其实不会当真 就听一听而已 对对对都听一听 可是对于一些国产疫苗攻击的 真实或不真实 我觉得就要很清楚 因为这攸关于台湾的防疫 甚至往深一步讲 之前国民党在攻击AZ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让台湾AZ疫苗的死打率下降 这对于破口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于高端跟联亚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慢慢谈 而且要细细谈 第一件事是杨智良 杨智良公开说联亚疫苗今天没过 是因为政治保护力不足 这是很深的指控 可是问题是第一件事情 你自己都对联亚没信心 你自己都跑去打AZ了 你讲这种话有任何的公信力吗 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 就是联亚自己都没有说 我们被做掉 联亚意思是什么 联亚是说因为原始的食药署 是说AZ跟原始病毒株 这个武汉来比 我们在这边或许真的不OK 可是我可以在Delta部分来上诉 所以联亚意思是 确实我们AZ跟原始株去做免疫桥接受 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们有可能可以在Delta这边扳回一层 所以连联亚都没有否定 这次食药署的认定 你杨智良怎么可以说食药署去作弊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有国民党的人说什么 你今天政府已经赴联亚定金50% 这定金找谁要 郑造星讲了吗 我们大家的好朋友 我这样问好 有没有一点常识 造星拍谁 虽然我认识你 可是问题是 这种就叫做先期投资 本来就有失败的可能 美国他做疫苗的取述行动的时候 13家投资了124亿美金 最后回收几家 6家 另外7家不是打水镖 就是还没有成功 新加坡更夸张 新加坡冬了40家出去 最后两家 两家BNT跟莫德纳 两家过关 另外38家 最后能不能成功 不知道 可是问题是 现在所有疫苗 你要发展的时候 你前面就要付 你前面付的时候 他慢慢做 慢慢做 慢慢做 做得出来就OK 做不出来 那本来就是这样 你国民党不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指责台湾政府的疫苗采购不够大胆 那当疫苗采购 确实很大胆 跟国产疫苗采购好几家的时候 有一家失败 你就说 你太大胆 你听到我的逻辑吗 我一直很主张说 台湾其实 甚至可以更大胆一点 可以多东几家国际 我也觉得应该更大胆一点 多东几家国际疫苗厂 国内也要 多投资 我一直主张很大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联雅失败 我不会骂他 可是国民党一直信用逻辑矛盾之处 他前期就说 你这不在干什么 你怎么只买两三家的疫苗 你该多买几家 包含甲万安 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怎么说 应该多给国产疫苗一些方便 应该快速让他们EUA 对不对 你前面这样讲 就后面呢 真的给方便 开EUA的时候 你又说 哎呀 你这个病金拿不回来 这50%跟谁要 我这样讲 你今天政召集或国民党敢说 我这50%跟中国要 我跟你拍拍手吗 我们搞成现在这样谁害的 拜登病毒溯源快有结果了 8月26号 拜登病毒溯源的报告就出来了 你这50%去跟中国要嘛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嘛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 要诚实面对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联雅EUA没过 对不对 我们高端要cover联雅的量 是啊 这件事情压力比较大 因为我们本来是各500万嘛 对不对 那变成是说高端要加把劲 要把联雅少了这500万cover过来 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正办 至于联雅 我也尊重联雅的行为 因为如果联雅可以证明 我跟武汉原始株保护力不足 可是我对Delta不错的话 那我也乐观其成 所以也期待联雅最后的结果 好 罗医师你怎么看 因为政治攻防难免 可是你如果说一直打击国产疫苗 那就影响到防疫啦 这事情就大条了 我先用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现在在台湾周边国家的一个疫情 那你会发现说 刚办完奥运的日本 现在每日的确诊是将近18000 那么包括越南 之前防疫的模范生 就行了 我还有一个麻烦里的 完全没能处理 我今天会发现